今天聊这个社交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的人 因为我不爱喝酒 我其实本来以为不爱喝酒根本算不上什么缺点 直到我加入了这个公司 我真的我见了太多这些同事们之后 喝多了之后那些惨状了 成禄 喝多了之后拉着我 全文背诵 手把手将近玩脱口秀 而且我本来以为这就是最难堪的了 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道理 如果你是一个酒桌上唯一没有喝醉的人 那么很有可能你才是那个最难堪的人 想明白这个道理是第一季脱口秀大会结束 庆功宴的时候 我看着他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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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倒下去 烂醉如泥 我清醒的像那个桌上的屈原一样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李大明明已经喝多了 突然站起来对着我 来朋友们朋友们来来来 来举杯 来成禄别背了 来举杯 然后所有人对着我 来我们敬大王一杯 那是本王职业生涯里最尴尬的时刻 那天晚上李丹就这么搂着我 跟我们所有的演员规划了很多 脱口秀将来光明前景 美好未来 我脑子里就只有七个字 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这一点 我跟我爸其实完全不同 他是一个非常擅长跟人交朋友的人 而且他抽烟喝酒两项全能 是我们河北宝丁地区中老年族有名的交际画 还有一个歪理邪说 就是你想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 喝点酒其实没什么 喝酒几乎已经算是最健康的不良嗜号了 除了伤身体全是优点 迅速拉近你跟陌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而且是越伤身体拉得越近 经常见到酒桌上 一个干硬化 一个胆结石 喝到最后开开心心 成了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我爸给我推销过他这套理论 我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爸说 我要传授给你一个职场必胜的小法宝 说完从他的柜子里 掏出来一瓶 他珍藏多年的老白杆 我上网看了 你们公司李总喜欢这个东西 我当时就是哭笑不得 我说你根本不懂我们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根本不这样交朋友 我们年轻人不巴结领导 而且就是那玩意他是单总 他不是李总 我后来 我后来把这个事啊 原原本本当笑话 讲给过李诞厅 他说确实 年轻人确实不退了这样 但是老白杆他是无辜的呀 叔叔虽然不懂年轻人 但是叔叔懂李总 我很难接受他们酒桌上那种 虚假的那种交流的氛围 虚假里又透着真诚 真诚里又透着虚假 我参加过我爸一个酒局 就有一个叔叔突然喝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凑过来 他搂着我 帮补 叔叔今天跟你说几句 心里话 我说叔叔这是我的心 你轻一点好不好 什么废话 我说叔叔跟你说 你爸这个人 这个 这个 特别 叔叔跟他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什么话我都爱跟你爸说 我跟我老婆都没有这么多话说 我当时心情很复杂 我有一种我爸破坏了别人家庭的感觉 我小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其实 其实小时候不懂事嘛 我很崇拜我父亲 我觉得他做什么事都是对的 抽烟喝酒也很酷 小时候他在家里边抽烟 我还给他打掩护是吧 我妈一回家说 嗯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 我说嗯 家里没有人抽烟 是早上家里着火了 嗯 还没有人拍灯是吗 烟味有什么劲啊 有香 小的时候真的不懂事 我们还 我们很小的时候还 我还去偷他的烟抽 就是也不敢多偷 几个小朋友一起 偷了一根烟 九成几截分着抽 我分到的还是 锅驴嘴的那一截 点了五分钟也点不着 看到我的小伙伴 呛得死聚火来 烟也没有什么劲啊 果然是我爸的儿子 但是长大了之后就懂了嘛 长大了之后 知道锅驴有害健康 抽烟喝酒都不好 我其实一直在劝我爸 戒烟戒酒 我很正经地跟他谈 我说你看我 我也三十多岁了 我也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我不是活得也挺好的 他说 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 你还没有经历过 我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你没有经历过 自己是家族里面 唯一一个从农村 考到城市来的大学生 你也没有经历过 自己高考失败 好几次才考上 你没有经历过 自己的妻子得重病 你也没有经历过 看到自己的父母 真的一天一天变老 走不动路 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生啊 有时候是需要抽点烟 喝点酒的 我当时挺触动的 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抽烟也三十多年了 那最开始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你开始抽第一根烟的呢 我爸跟我说 就是因为有了你啊 他说他现在已经快 快六十岁了 人生中已经没有太多难题 需要去克服 需要去跨越了 我说挺好的 现在正好一个契机 那要不戒烟了吧 他说啊 不对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 还没有抱上孙子 哎呀 你看这个难题 我自己也解决不了 好苦闷 我去抽一根烟休息一下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戒烟已经变成 我爸手中一个筹码了 我们两个已经开始博弈了 就是我劝他戒烟 他说啊 那你生孩子了 我就戒烟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没有逻辑 对不对 吸烟也坏健康 吸烟相当于慢性自杀 你不知道吗 他说哦 你也知道吸烟也坏健康啊 那你还不抓紧时间要小孩 你就忍心看着爸爸在这 一天天的不健康下去嘛 所以我都能预感到 按照我爸这个说法 我们父子之间这个故事 会是怎么样一个结局 就是将来有一天 我有了小孩 他就会戒烟 而我就会开始抽烟 就我们这个家族里 就永远有且只有一个父亲 在抽一根永不熄灭的香烟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果然生孩子叫延续香火 当然啊 即便有了小孩呢 我还是不会抽烟的 毕竟如果真的做了父亲 我觉得还是要比自己的父亲 做得好一点 香火可以延续 香烟就不必了 谢谢大家 我是邦伯 谢谢唐伯 我们ом einen 咖啡